但是我一看你那样片嘛 你藏得挺深呀 你这英格历史说得很地道啊 记里呢我演了一位就是美籍华人 他是因为在讲这个航天史 有二三十年的这么一个历史啊 就是讲中国的航天是怎么从无到有 然后发展到现在是航天大国的 所以肯定势必会有这种人物关系 可能是在国外的这种华裔的面孔 很深造的这么一个身份 然后回到中国跟中国中外 就是一起合作的这么一个就是桥段嘛 所以我刚好就是演这么一个美籍华人 但是其实新系中国的这么一个航天人 然后戏里呢 是从国外回来的 对是有大量的英文台词 所以这个英文台词吧 还是我就追追溯到我 人生中拍的第一部戏 入行的第一部戏叫小留学生 2004年 小留学生 那个里面好像也得说英文 对也是在央视一套播出的 当时导演要选角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故事 因为当时这个 是这个形象吗 对对对 那咱们看一点 咱们再讲 好不好 来放一点 哎呀 哎呀 回忆啊 满眼的眼泪 除了回忆 还是诧异 那个时候您的英语就这么好了 嗯 这是跟上学有关系呢 还是您后来努力的结果 是什么时候 没错 对对对对对 tái 行吧 再说回忆